首先要歡迎各位到總統府 也要恭喜大家 能夠贏得國家建築金字獎 跟國家品牌玉山獎 這兩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國家建築金字獎是 我們建築界的朋友都相當引以為傲的最高榮耀 多年來 這個獎項促進了 臺灣整體工程品質 跟建築美學的發展 也更帶動了很多重要的反省風潮 就像現在 節能減碳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 我們推動智慧綠建築 就是要把生態 節能 永續等等重要元素 融入到建築的發想跟設計 營造的每一個環節當中 希望可以在整個建築營造的過程中 可以達到永續發展的更生態平衡 政府在全力推動的前南基礎建築計畫 社會住宅還有公有危險建築的補強以及重建 以及各老舊核心城鎮的再生 都需要各位最優秀的建築業先進 跟我們一起來共同攜手 群策群力 相信一定可以為我們21世紀的 臺灣工程建築打造新的典範 國家品牌玉山獎 也一直是我們國內產業界的最高標杆 臺灣經濟可以不斷地成長 就是因為有許多勤奮打拼的企業家 透過最有魄力 決斷力的領導風範 打造出很多國際知名的優質品牌 也讓臺灣的品牌一直在國際上 維持卓越的口碑與聲望 政府也會繼續積極推動各項產業政策 提供最友善的創業跟投資環境 積極建構產業最需要的各種資源網路 繼續作為臺灣品牌發展最重要的助力 最後 我要感謝今天所有的得獎者 也要請所有建築界跟業界的先進 和政府攜手合作 建立更完善的產業發展環境 我也要讓臺灣的品牌 繼續在國際上受到更多的肯定 最後 我再次歡迎各位到總統府來 也謝謝大家 謝謝